他身穿41号球衣 连续21个赛季 从始至终只为一支球队效力 他帮助球队 带来队史上唯一座总冠军奖杯 他就是白人篮球运动员 NBA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前锋之一 德国战车德克·罗维斯基 他的球队达拉斯独行侠 计划将在2022年1月6日 正式退役他的41号球衣 2019年4月10日 在完成最后一个主场比赛过后 罗维斯基正式全部退役 以31560分 结束了他的NBA职业生涯 这是当时联盟历史上第六高的得分 而这3万分俱乐部中的其他成员 则都是我们耳术能详的超级群星 所以证明 罗维斯基在NBA历史上的伟大地位 生涯14次入选前明星 诺维斯基被许多人认为 是欧洲最伟大的球员 他是一人一成的代表 职业生涯21个赛季 全部贡献给了达拉斯这座城市 创NBA记录 2006是07赛季 他带领当时的达拉斯小牛 在常规赛中赢得了队市最高的67场胜利 场均共建24.6分 8.9个篮板 拿下了当赛季的常规赛NVP 2010-11赛季 他还带领球队获得了达拉斯队市场 唯一做总冠军奖杯 而他也成为了第一位 获得过常规赛NVP和总决赛NVP的欧洲球员 31560分 11489个篮板 3651次助攻 1214桥段和1281次盖帽 诺维斯基毫无疑问 是联盟历史上技术最全面 最全能的内线球员之一 同时也是NBA史上最伟大的射手之一 如今他虽然已经正式退役 但他并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篮球事业 加入独行侠管理层 成为球队的特别顾问 继续在达拉斯发光发热 一人一成 知识之中 入选NBA75大巨星 41号球衣退役 这是诺维斯基职业生涯荣誉的象征 更是达拉斯城市对他从事之中的肯定